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会主持人陈淑壮说 今年七一游行的口号是人民自治 立即普选 占领中环 促势待发 占中的三名发起人在集会期间 向市民解释占中意义 并且与在场的人士一起宣誓 表达参与占中运动决心 法理人戴耀廷更加表示 只要心中有爱和和平 就算遇到坦克也不用害怕 法理游行的民间人权阵先召集人孔令鱼说 中国政府曾经在回归的时候 给予香港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的承诺 不过16年后依然阴点特首 如果香港政府不能够拿出一个真普选方案的话 明年一定会在7月1日占领中环 在游行同集会期间曾经发生小规模冲突 十几名反占中人士到场喝倒彩 双方发生推撞 情况一度混乱 最后警察带走反占中的人士 当时大会也呼吁市民冷静 另外民主祷粮运动在集会结束之后 在中环遮打花园开始接力绝食170个小时 每组的人绝食50个小时 以表达对争取普选的诉求 首批绝食者在7月2日早上 仍然在帐篷之下休息 情况良好 现场也有医护人员定期检查绝食人士的身体情况 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在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